207博物馆顶楼的平台 在这附近的斜屋顶建筑群中 可是特有的建筑构造 现在就请导览员杰辛来为我们介绍吧 那来到顶楼我们先往后面走 那后方这边呢 就可以看到有一个灶出现在顶楼 大家都会很好奇 灶为什么不是在厨房是在顶楼出现呢 那主要是因为这里以前是药行 那药行呢它就会有需要像是监主药材啊 或者是代客监药等等的服务 那才特别把灶设在顶楼 就是在主要的时候让药气散发 才不会在家里那个药气很浓 所以可以到顶楼看到这样子的灶出现 那顶楼这边呢 还可以再往旁边就可以看到整个大道城的街景 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我们这栋建筑 跟其他这种街屋建筑的差别 因为会发现街屋的话它是房子很深 那有第一进二进三进 那通常第一进会当作店面 二三进才作为住家或者是仓库使用 那我们的话比较就像是一个立体的往上涨的这种街屋建筑 就是一楼是当作店面 二楼三楼当作住家来使用 那我们可以继续再往前 那前面的话呢是可以从我们这个角度去看到淡水河 也是在迪化街市场只有我们博物馆 因为是平台式的屋顶 那所以才能够这样子的看到淡水河 因为刚好位于街角的位置 那早期的话其实淡水河跟大盗城是非常亲近的 因为以前是没有堤房 人就是可以这样直接走过去 那现在的话 这边坐的堤房才稍微把人跟河的距离隔开 那大家就可以到我们博物馆平台式的这个位置呢 去眺望淡水河 想像当年只是货物在河上非常繁盛运行 然后迪化街大盗城整个繁荣的景象 都是靠着淡水河的这样子的货运航运而兴起的 就欢迎大家有机会可以到顶楼来眺望 那前面的这个位置呢 在以前也可能是他们赛药材的一个位置这样子 我们创办人陈国词女士 她其实是台湾最早就是以个人身份任养古籍做经营的人 那我们四栋房子的话就是她买下来 然后开放成博物馆让大家能够进来参观 那当然她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上老房子 多多走进老房子 那做老房子再利用的这个推广 那她当初的话就是会有给你一个容积的奖励 就是房子不能再往上盖的话可以移到其他位置 就是为了要让这边的街屋可以保留下以前的样貌 所以也不用担心这里的街屋 红瓦屋顶哪天变成黑瓦的屋顶 其实是不会的 因为她都是有受到这个 大造成历史风暴特定专用区的这个规定的保护 对 那所以像后面那个建筑也可以看到那栋大楼 它的外观设计是用红白相间的 那其实也是为了配合这个特定专用区的颜色 来去做设计 那另外后面可以看到 还有一栋是黄紫色的相间的大楼 它就是在规定之前就盖的 所以它的颜色其实就会跟这边一整个街区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就是这一代的那个老屋都没有办法再做 就是再加盖啊或是做改建啊这样子 还是可以 但是它在规定上面就会比较复杂 对就是要去依循它相干的规定 你才可以再去做增建或者是修改这样子 就是主要就是为了要维护这一片景观 对就是要维护大稻城 然后迪化街上的这个以前街区的样貌 嗯 其实就像刚刚有提到说迪化街这里是一条活的老街 对那就是真的是这边除了有传统的那种南北货啊 中药行布商之外呢 也有很多新的文创的一些商家进驻 所以就造就这边其实是旧跟新交错 非常活络的一条台湾的这种老街道 嗯 所以是很特别 大家很喜欢就是走年轻人 然后有长辈或是小朋友 大家都可以来的一个地方 对那所以像我们在做展览的主题策划的时候呢 也是希望是说可能是中年人的回忆 然后老年人就是长辈的这种童年 然后小朋友的电视电影画面 就是让大家祖孙三代来都可以有不同的回忆 然后会有很多的话题可以聊 对所以其实像来我们这里参观的游客啊 他们都不只来一次 他们都知道这里会换不定期的 应该说半年会换展 那就可以一来二来三来 所以我们重复来的游客是非常多的 所以来到迪化街就是 不只是这边有一些那种创新的饮食啊 然后还有上布庄啊 然后也可以来来到这个207博物馆就是可以体验 就是自己阿公阿嬷或是更早以前的人的生活 没错就是可以来看看以前爸妈的回忆 然后就可以跟爸妈更有更多的话题可以聊 实际走进老房子才能切身体会到跟现代建筑的不同 从建材选择装饰工法到空间利用 各种细节都能看到前人的智慧 曾经居住使用的痕迹 蕴藏着一代代人们的故事 在生活相对便利 资讯快速流通的现代 让人不禁思索对于过去我们是否遗忘的太过快速 或者有空时也可以来到这里走走 重新认识我们的上一代或者上上一代的生活 属于我们自己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